第四季節 及其他的關於有關 《香港的反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回來 首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訊息是 五角大樓報告揭密 編締中國私企成中共軍企 9月1日 美國防部五角大樓 最新出台了2020中共軍力報告 這個報告長達200頁 涉及中共軍方整體策略、目標、任務、能力等 分析了中共軍力的全球佈局狀況 現代化所需的資源技術發展情況 報告介紹 目前中共仍依靠入口國外的設備、技術和知識 彌補一些關鍵的差距 報告主要關注中共的軍民企業融合策略 以及哪些中國私企在幫助中共打造軍事實力 成為中共軍企 為達到目標 中共首先在軍費上加大投入 報告指出 去年初 中共宣布將年度軍事預算提高6.2% 達到1740億美元 又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 成為僅持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軍事支出國 但由於中共財務不透明 實際的軍事開支很難計算 指出已經遠遠高過其官方的預算 但從研發角度來看 中共對軍事領域的研究機構作了調整 特別注意軍民融合發展策略 這是中共國防部門改革的關鍵部分 中共中努力培養國家企業冠軍 實現中共軍隊現代化的一系列技術領域迅速佔領市場 直接支持中共軍方的現代化建設 並嚴重捲入軍事行動 中共正在尋求居有破壞性潛力的很多先進軍事能力 令五個大樓警惕和擔憂 報告強調 中共認為人工智能AI對於未來軍事和工業力量至關重要 想努力成為AI的全球領導者 2017年中共指定阿里巴巴、百度、科大信飛和騰訊 作為國家官方AI冠軍企業 2018年雙湯科技加入 2019年再新增10家新公司 包括華為、海康威視、鄺視科技和伊圖科技進入冠軍榜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視頻監控技術市場 正通過建立創新中心和為技術初創公司提供資金 來推動人面識別和5G等新興技術的發展 競爭建立下一代網絡 2017年國家情報發要求華為和中興等中國公司 無論它們在哪裡運營都必須對中共國家情報工作進行支持 提供協助並合作 2019年中共計劃將使用AI的無裝封群無人機 用於在南中國海巡邏並加強它的領土主張 中共正在通過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和商用飛機兩家有限責任公司 推進其航空業 生產中國軍機包括第五代J-20戰鬥機、Y-20大型運輸機 和未來的H-20飛行翼隱形轟炸機 並與俄羅斯合作開發CR-929寬體核機 中共以動用大量資源資助研究 並補貼從事戰略科技領域的公司 同時向私人公司、大學和省政府施壓 和軍隊合作發展先進的技術 中共仍依賴某些類型的外國技術 但中共從大規模強制外企技術轉讓 也獲得了外國技術 川普政府對中共利用軍民融合策略 不正當獲取美國技術已經警惕 且出台了多種反制措施 今年4月28日 美國商務部發布對中國軍事出口新限制 防止中共通過民用、商業等途徑 來獲取美國半導體生產設備 和其他先進技術 然後轉為軍用 商務部還取消了 向中共非軍事單位出售部分 美國技術的出口許可豁免 商務部今年8月17日宣布 對華為實施進一步限制 指在撤斷華為獲取商用芯片的渠道 美國商務部還宣布 將分佈在21個國家的38家華為實體 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 五個大樓在6月20日發布第一份名單 指定20家中企 作為中共軍方擁有或控制 這些企業大多數是中共國有企業 覆蓋航空、通訊、核電、船舶等領域 其中包括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中國南方工業集團 中旋重工、中旋工業 中國北方工業集團 華為、海航威視、浪潮集團 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 中國鐵建 中國中車、紅貓電子、儲光信息產業公司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 中廣核和中國核工業集團 8月28日 五個大樓指定另外11家中企 是中共軍方擁有或控制企業 為進一步實施制裁奠定基礎 這份由國防部公布的名單 包括中法集團 和中國建築巨頭中交建 中國交通建設公司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 中國東方紅衛星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聯合網絡通訊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中化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三峽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核工程建設重公司 據美國之音消息 美中貿易爭端轉戰到科技領域後 川普政府已將275個中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 其中包括違反制裁令的華為和中興 以及幫助中共壓制維吾爾人的海康威士 據路透社9月4日消息 郭馮博一位發言人透露 五個大樓正在與川普政府的其他部門 討論是否將中興國際列入實體清單 但沒有提及原因 一旦被加入該清單 美國供應商需要申請一個難以獲得的許可證 可能向清單上的公司出售產品 沒有透露聲明的美國官員 稱中興國際與中共軍方的關係引起美方的關注 對此中興國際禮拜六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對美方可能將其加入實體清單感到震驚 並否認同中共軍方有關聯 成立在2000年的中興國際雖然是中國最大芯片生產商 但與美國和台灣的芯片藏商還有大約4年的差距 目前中共政府已經在這個領域投入290億美元 中興國際是中國在半導體產業領域 趕超美國的希望所在 業界人士認為 中興國際如果現在就被阻止 從美國供應商得到設備和技術 就要到其他地方找 但很多公司都在使用美國的生產設備 同時美國芯片業界 也面臨因失去中國客戶而蒙受損失 但IHSMarket的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比斯牙斯認為關乎到國家安全問題 國家利益有更重要的作用 他們在其他國家也有巨大的市場 並不完全依賴中國 在中興國際面臨受制裁的消息傳出 一個禮拜前 中國在8月28日發布 至2008年以來首次調整的 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 因當時正值 字節跳動和潛在買家 就出售TikTok談判期間 外界對當局此舉感到意外 因為新的技術出口限制 可能導致TikTok出售交易流產 因為國際業務取得快速發展 依靠的就是國內強大的技術支持 中共政府制定的產業計劃 中國製造2025中 致力於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領域 居於全球領先地位 美國軍方認為中國在用於人群 控制的視頻圖像確認系統 以及防火牆耐用過濾等威權政體 需要的具體領域領先 而美國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點是 在軍事和作戰能力方面 作戰行動負責人布拉德·博伊德上教說 美國有世界最好的數據庫 中國處理數據是讓很多人坐在電腦前 用手工標識 而美國就會與學術界和產業界合作 避免這樣的運作 習近平近例提出的所謂內循環 也是在中國所處外部環境不友善的情況下 將增長方式轉向內部 希望在擴大內需上得以突破 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孫韻認為 中方當時處處逼人的外交政策 應該沒有意識到整個世界的強烈反彈 中方在美中關係方面也判斷不足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賀愛 為亞洲新聞頻道網站讚寫的一篇異見文章認為 中共當局對川普當局在上述爭議問題上 採取的實質性行動的反應令人驚訝和保持和解姿態 中國一再表示無意捲入冷戰 但中方再提商談已無人理會 華盛頓智庫皮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貿易專家 蓋瑞哈夫鮑爾亦認為 中國看起來是在等待美國總統大選再作判斷 9月8日中國外長王毅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提出 全球數據安全倡議 其中包括美國認為中國公司對美國可能造成的安全問題 如非法採集他國公民個人信息 呼籲不得濫用信息技術從事針對他國的大規模監控 企業不在服務中設置後門和非法獲取用戶數據等 美國方面對該倡議無官方反應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共這個舉動是試圖影響 和設立全球技術規格的策略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公共政策助理教授 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希娜·格里騰斯 在推特上就此作評論寫道 一點都不奇怪 中國這幾年的戰略優先考慮 制定對它有利的全球數據監管框架 美國迫切需要一個積極 有實質、民主、隱私兼顧的替代方案 而且昨天就需要它 好了 今天的《越南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和訂閱 或者分享給你的朋友 亦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